歡迎來到新聞 追追追 我們請追真相 追是非 追到底 我是齊凱 吳山佑琴 先為您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政治評論員 胡忠信 主持人 大家好 導演 柯依正 大家好 我們黨立委 羅初磊 主持人好 報告立委 大家好 民進黨立委 段儀康 主持人好 資深媒體人 陳金蘭 大家好 資深政院記者 陳立鴻 主持人 大家好 以及為我們追問題追到底的年代調查團 好 林立雄今天開始 無限期的解釋 他不只已經遺書準備好 他說什麼 如果他遭到的不幸 是當權者殺了他 大家記得嗎 昨天 太陽花學運的七個領袖 他們有發表一個聲明 他們說什麼 誰破壞了民主憲政 逼著人民上街 守門不就是馬總統嗎 馬總統 現在是不是要好好想一下 為什麼從林立雄到學生 馬總統都是對準馬總統 馬總統知道那個嚴重性在什麼地方嗎 另外 讓人要擔心什麼 現在是不是因為政府解決不了問題 現在台灣變成遍地瘋狂了嗎 今天包括有好幾百名 國國道的收費員 他對我們台灣是有貢獻的 他們現在到現在沒安置好 今天去搶佔了交通部的大廳 連公投盟 今天在立法院前面跟警察都有推擠的 連今天晚上都有千人以上 都到海召去靜奏 在聲援林玉雄了 各種明天看起來 看起來好像遍地瘋狂 已經慢慢都爆發了 政府到底有沒有那個心 有沒有能力去解決問題嗎 我們共產努力一下 好不好 來 玉華幫我們追蹤一下 好 在太陽花學運 學生要推出議場的時候 他們說了 他們要出關播種 而且要遍地開花 但現在似乎不只是學生 有更多團體他們站出來說 要對抗這個蠻恨的政府 所以現在好像不只是遍地開花 而變成了遍地烽火了 好 為什麼說是遍地烽火呢 我們首先來看到 今天大家最關注的這個議題 就是林玉雄 前面經濟黨主席林玉雄 說要用禁食的方式來反核四 甚至他在禁食的前一天 他寫了一封公開信 他說到如果不是掌權者 藐視廣大的民意 恨行無忌 強健 核四的話 不會有禁食的行動 甚至他更重的話就說 如果他有不幸 請友要了解 是他們殺害了我 他們是指誰 就是指這個蠻恨的嘛 政府嘛 甚至他連遺言都已經交代好了 他告訴他女兒說 如果有一天你發現我斷氣了 那就用床單給我包起來 直接送去火化 而且還說了我不需要告別事 我不需要露店 不需要這些煩惹的儀式 他希望可以直接把這個骨威 撒到祖母的墳上 所以你看到 他似乎已經有壯士斷碗的決心 而且是殉道者的精神 但重點是有喚起 我們這個麻政府 他們一點點的回應 在今天我們行政院長江儀化 他特別來到來看這個林玉雄 而且他在紙上寫了這幾個字 他說請珍重身體健康 但是他也是非常的強硬告訴 大家說 這個政府的政策 不可能因為個人來改變政府的政策 所以看起來還是很強硬 所以難怪會引起民怨 但是把政府引起的民怨也不只這一項 甚至前收費員 國道收費員的問題到現在都還沒有解決 今天就有一群收費員的自救會 他們就衝進了交通部 甚至最後在交通部的大廳來靜坐了 而且他們的訴求 其實就是要告訴這個政府 雖然你們把我們丟給了遠通 但是到現在他們並沒有被善待 為什麼遠通雖然讓他們有面試的機會 但是限制他們的學歷和經驗 而且他們感受到被刁難 所以認為交通部你應該要安置這些收費員 而不是把他們丟給了不良的企業來處理 好 但是不只是這些收費員 接下來在5月1號的時候有更多勞動團體 他們也要上街 而且估計至少20個團體以上都要一起來上街 決定在凱道集結 而且遊行到勞動部 甚至連反核式的這些團體 他們也說了在4月22號的時候 如果還沒有得到馬政府一個回應的話 他們決定要在禮拜六的時候 也到了凱道來包圍 甚至無限期的包圍總統府 所以你看到現在整個好像都是已經遍地烽火 甚至要串聯起來嗆馬總統了 但是馬總統有自覺嗎 還是到現在馬總統還是認為 這都只是少數人的聲音 真的只是少數人的聲音嗎 我們先來聽聽看 前民進黨主席林毅雄 他在禁食之前 他說的這段訴求 如果不是因為掌權者 任意践踏 我一生在信用的民主理念 我不會也不可能見死 如果我發生不幸 我希望我的親友都能夠了解 是他們殺害了我 我們希望林先生還是能夠多多思考 看是不是這樣的訴求 可以以別的符合民主程序的方式來進行 核勢是否能夠如期去運轉 已經不是任何個人或者是特定的團體 可以去左右的 我們已經決定把它交由全體台灣人民 來共同決定 各位林曉絕史這是很嚴重的 很多人說什麼 可能像核爆一樣 它比那個血印影響衝擊面還是更大的 而且怎麼樣 剛剛講話大家聽得出來 用訓導的精神在做這個絕史 是無限期的 連遺書都已經寫好了 我們就擔心什麼馬總統跟江院長到底知道那個嚴重性沒有 江院長今天下午要特別講什麼 核勢不是一個人可以改變的 那你不去解決問題 現在老實講要硬不硬 這個議題就一直燒下去 禮拜六就一堆人就上街去了 現在真的是遍地風火 一團亂 很多問題就一一一出現了 那其實核勢的問題也吵了很多年了 那事實上林毅雄先生真的是大家蠻尊重的一個長者 那他本身他的意念跟他的信仰他是很堅定的 他假如說我要節食 那沒有達到目的的話他也不會輕易放棄 所以他很堅決 那假如說他是抱著必死的一個決心 那政府還是在一種好像說打太極賢士的一個呼嚨的方式的話 那真的是會造成很不幸的後果 我是覺得有時候政府在處理事情 不要說到了 到了那個真的是事情沒有辦法收拾了 那才想要出面來解決 包括我們上次一再講的那個官場工人 官場工人一再地去上街去跪拜 還去握鬼 連你都不理 一定要等到法院判決了 那你才甘心說哎呀 我不要他們賠償 包括那個風車事件也是一樣 一定要等到人家去經濟部給你佔領的 你才說好 我們重新討論 那難道說林毅雄一定要等到他倒掉了 那你才說哎呀 那個事態嚴重 他來處理這個事情嗎 其實核勢當然核勢是一個很專業 而且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假如說你停建了以後 那麼你核一核二核三怎麼辦 那核一核二核三假如也到齊的 也不再研議 也要停掉的話 那台灣的能源到底在哪裡 其實我們政府這麼多年來啊 只是說一昧的就是一直在弄那些 好像蓋活力發電廠 蓋核能發電廠 都沒有很認真的去發揚那個力能產業嘛 包括我們以前談過很多台電的弊案嘛 你今天那個為什麼不去發展這些力能產業 這一二十年來到底做了什麼嘛 大家都知道太陽能 太陽能的光電板是台灣那個外銷出口第一的 可是你為什麼不去說鼓勵所有的公司航好 或者是說那些學校那個 或公家機關去做那些那個太陽版的花電 或是什麼東西的發電 那我們開發生要講說是因為是不是太陽 跟風力也要水力不會給回扣嘛 所以那個台電就不願意去做嘛 那今天政府一定要面臨到說 好 你今天林雄先生 他一定是講說你核四就要停建 你政府就要答應核四停建 否則的話他就一直要解釋嘛 可是你現在講說核四沒有核安 你就不會什麼 就不會運轉 沒有核安你就不會公投 他會拿不出來拿出來大家也不相信 可是我們現在是講說 你核安的話你的安檢報告 本來講說去年要拿出來 到現在聽說到年底也拿不出來 尤其他將來拿出來報告 大家能不能信任也不一定嘛 尤其是當初 當初我就講嘛 我就說 我不要看你報告嘛 你救援人會 當初認為說你核四在興建的過程當中 有一千多項的缺失嘛 比如說我們大家講說你那什麼 圍族體裡面你給人家塞保特隆 還有那個鋼筋把它剪掉 還有你那個機器設備都被淹水淹了一大堆 你就把那個研能會那一千項 後來你怎麼處理的 你列出一個報告出來嘛 也列不出來嘛 所以現在縱使你報告出來人家也不相信嘛 尤其也不是只有核安的問題嘛 核廢料怎麼處理嘛 你核一核二核三的核廢料 包括核四的核廢料怎麼處理嘛 那當然我們也知道說政府兩難嘛 你現在假如說那個林英雄出來 那個訪核那你就停 那又支持核能的啊 萬一支持核電的人又出來 那你要進食那你要怎麼辦嘛 我那些真的要好好的來思考 那我是建議啦 我是建議總統喔 那個你也不要說什麼江儀化院長 你總統自己就好好的去跟那個林英雄 看一下林英雄 去看一下他 去探視他一下去溝通 告訴他說不會了 因為我們也一再地講說 將來核四發生問題 他關於有輻射 還是說有什麼爆炸或產生問題的話 會死掉的絕對不會說只有是民進黨 或是緩和的人嘛 永和的人也會死掉嘛 所以政府假如說 沒有說很安全的一個保證的話 那當然他就不會去運轉他 甚至於說政府要強調說 那個燃料棒也不要 當然有人講說 是不是今年的九月份 會把燃料棒插上去 那政府要承諾啊 就在安檢報告之前 沒有出來之前 燃料棒也絕對不要放進去嘛 那安檢拿到了以後 那大家再來公投嘛 那我也贊成說 那年底來投嘛 就年底就要選舉嘛 大家不用去考慮說 不過半的問題嘛 那來投一下嘛 那假如說全民都願意說 要把核四停建 那都停建嘛 那這樣的理念 總統是不是要親自 去看林義雄先生 趕快阻止他 不要再禁食 你這樣 他腸害他的身體 尤其七十幾歲了 能撐幾天了 我滿擔憂的啦 你看他的遺書裡面怎麼講 以後一段氣 就用那個床單把它包起來 馬上就活完 不要任何告白事 他那個國會還是 撒在他母親的那個墳錢 他對他母親 是有很大的那個 傷心跟愧疚的 那抱著那種信道的精神 所以政府從馬總統到江院長 應該是急著要去處理這個問題啊 可是我們知道是什麼 連南委都講了 國民黨立委都出來提醒了 你不要等到他倒下去再處理 那想像一下 不要說他倒下去 光是他送醫那個過程裡面 會引起多大的風暴 可是奇怪了 為什麼到今天為止 馬總統沒有去看 然後江院長講話還是這麼重 不是因為你一個人 那問題是解決怎麼解決呢 其實我們在去年 我記得309之前 導演們就 有人提議 李光頭然後絕食 而且有十個人 藍的女的都有 導演 要絕食 可是我們那個時候 評估時間還沒到 那當然 李英雄先生先做了 其實馬英雄要搞清楚 他不是一個人 他代表的就已經是幾十萬人了 對 所以他一個人絕食 其實那個力量是非常大的 是幾百萬人喔 對 至少是幾十萬人 這個到後面其實無法計算 對 因為會 那個時間的壓迫 到後面 他身體會越來越衰竭的時候 人數會越來越多 那 而且我們也知道他那麼堅決 他沒辦法說動 我想連女兒都已經幫他準備了 他一定會走上這條路 但是我們不希望這樣 因為 我們還是要尊重生命 那我覺得 現在到底要怎麼 馬英九 現在到底要怎麼解套呢 馬英九去其實是沒有用 因為他 還是講那個 視視而微的話 的話 李英雄可能會提到氣勢 因為他不會針對問題去講 其實核安已經不是最重要的問題 核廢料其實才是最重要的問題 所以如果說要去的話 不要像江院長今天只是說什麼 去留個什麼 尊重身體健康 你要拿出一個方法去 對 一定要有確實的方法 而且能夠答應下來 因為你看看像那個立法院 當院長說我們先立法 再逐條審查 他馬上說 我們也是這個意思啊 前面你根本就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你沒辦法跟他溝通 沒辦法跟他對談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 一定要大家能夠快點出來 因為一個七十幾歲的人 真的沒辦法支持那麼久 生不了一個禮拜了 那禮拜六民眾又上街嘛 所以要盡快處理 對 整個大團體是預備禮拜六 我們文藝界現在有五百多個人 連署我們會提早進行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非常小可 那我真的江縣長不要認為 那是一個人的事 那已經會變成到時候是全民的事情 對 而且林英雄背後代表的 他其實是六成到七成 這個反核的民意 這是多麼龐大的民意數字 但是這個數字 但是今天林英雄進食 到底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局 我們從學運來看 馬總統處理事情的態度 在這一次會不會造成 林英雄的事件風波越演越烈 其實以學運來看 大家還記得嗎 318當時學生公盡立法院的時候 訴求就是福茂得先立法 再來審查 然後結果呢 馬總統當時講說 沒有必要先立法再來審查 福茂生效就好像結婚一樣 以後還是可以離婚的啊 好了 後來王金明跳出來解決問題的時候 他就定調先立法再來協商 結果呢就被這個國民黨團 還有國民黨高層痛批他叛黨啊 而且呢 當時馬總統還說 立法審查啊 應該同時並行啊 我很擔心啊 當來指立法不審我的福茂 那怎麼辦呢 然後江宁華也講了 說這不符實際狀況 如果先立法的話 那不知道何年何月才會來審查福茂呢 好了 結果呢到了昨天就傳出了 藍軍黨團定調先立法再審查 先立法再審查 不就是318當初學生的訴求嗎 結果你讓社會動盪了將近一個月啊 何苦來哉喔 可是呢以這個態度來看喔 其實我就要請教立宏了 馬總統就是一個不會繼續教訓的人嘛 就算藍軍立委出來講說 你不要等他倒下去才來講 到時候你講話都沒人要聽啦 可是呢以馬總統的態度 這一次如果還是這樣子的話 那接下來林義雄的事情 怎麼樣收場啊 周美青曾經說馬英九是一個不貼心 不體貼不會照顧別人的人 這樣的人 你覺得他會在意林義雄絕食的這件事情嗎 這當林義雄準備絕食 其實昨天我們都在討論 大家都在想 對馬英九有影響嗎 馬英九我真的會在意嗎 昨天我們就說馬英九不會在意 因為這個人 他眼中啊 或者是他腦袋裡頭想的 恐怕只有他的權利啊 如果他有任何動作 只是在怕說啊萬一林義雄倒下 會不會有更大的這種所謂的群眾運動啊 是會翻倒他的政權 恐怕他考量是這一點 那心裡面是對林義雄用絕食的方式 來要求核四停建的這件事情 我相信馬英九打從心裡面是不以為然的 否則你看馬英九今天接見團體 環保團體 他怎麼會講 環保是那個沒完沒了的事啊 你知道嗎 如果一個有對環保 對這塊土地真有感情的人 怎麼會抱怨說環保是沒完沒了的事情呢 是不是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馬英九現在已經心煩意亂 但是他心裡面 對林義雄這件事情有感覺嗎 我告訴各位 沒感覺 所以我真的擔心說 到這樣子的情況 可能林義雄必須要到倒下為止 你想想看 如果馬英九真有感覺 其實今天江英華去看林義雄的時候 就該有一些具體承諾出來 但是很奇怪 江英華去只是在寫到保重身體 沒有帶任何承諾 我恐怕只是馬英九授權他女去看一看 他以為這樣一看林義雄就放棄絕食 我不知道他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帶了兩串交 什麼承諾也不給 好 那做出一個動作 說我有去看囉 對 那這 那你何須去嘛 今天我們都很清楚 在政治學上 不管 你在看那些大國政治 就是 這些你想看 假定說歐巴馬今天要去日本 要去 要去韓國 要談什麼議題 要到時候簽什麼東西 以及 哪些承諾 都事前都弄好了 去 就是要做宣佈的時候 所以我今天本來以為說 如果馬英九跟江一華夠聰明 他今天去應該會有一些具體承諾 結果 顯然他們兩個真的沒有智慧 你太不了解他們兩個 是 我覺得他們兩個真的沒有智慧 一如 不是不了解 其實我知道他今天去是兩串交 我知道 像你講的倒下去的話 那個出來人少可能就衝倒到政權 我想他現在是擔心這一點 尤其你看 不只是林英雄的事情 今天 三百個 這個失業的 中聯失業的這些 國道收費員 你看我們從去年 就在幫他們講話 這個政府一再的說 沒問題 我們會幫他衝轉工作 請問有沒有 沒有 所以 衝進交通部了 好 你再看 這蔡定貴他們也想衝立法院 各地 你會發現 真的是風火四起 如果說一個政府 他就是要做救火隊的話 那這個火簡直是燒得滿地都是啊 真的是遍地風火 你滿久救火都救的來不及啊 警察累了要死啊 我今天再次強調 警察先生你真的很辛苦 但是不要怪那些衝進立法院 衝進行政院 衝進交通部的這些百姓 他們不是報名 如果今天政府把事情處理好 今天把這些交通 這些收費員的事情處理好 今天把核四的事情處理好 今天把這種所謂的服貌 產生的這種所謂的 世代剝削的問題 年輕人失業 年輕人薪水太低的問題 你能夠處理好 不會有這些問題的 所以 警察先生啊 讓你們疲累的 你應該要看清楚 是那個無能的馬英九政府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 台灣的整個社會 立的這種躁動 真的躁動不已 本來我們以為 318已經是一次大爆發 沒有 看起來後面還會有大爆發 因為318之後 你看馬英九跟江一華 在言語上 以及他的羅英雪 在言語上 在行動上 一再的刺激 一再的在點火 如果說今天 馬英九他們這個當局 擔心啊 怎麼辦啊 怎麼現在真的到處 我們的政府機關好像 到處人民都去衝啊 今天有事沒事就衝進去 他們可能很擔心這一點 但是你也不想想 就是你沒把事情做好嘛 你到處放火嘛 你的政務官 你的官員 真的沒有同理心嘛 什麼人玩什麼鳥嘛 你可以看出來馬英九 這樣一個美感 在周美清口中說 沒有感情 不會體貼別人的人 今天我們看他 他所展現出來都是一樣 好 因為聽說 國民黨黨團 否認啊 但是否認為什麼要不公開否認呢 你可以開記者會說 今天蘋果日報報導的這個是錯的 就是 就是蘋果日報今天報導說 藍黨團定調 先立法 後審服貌 很奇怪 你看 這執行長 林洪池他們這些人 沒有說 沒有開記者會反駁耶 但是呢 剛剛羅索偉委員 當我的面 私底下打電話給林洪池 林洪池說 沒有沒有 昨天黨團沒有做這樣的決議 好 那你又不敢公開否認 好 但基本上 我看得出來 他們裡面是 已經認清楚現在的政治現實就是 但是 王金平如果堅持要先立法 再協商 再審查 服貌的話 看起來 連國民黨自黨團推也推不動 你如果要推馬英九的先 就是立法跟審查並行 是推不動的 所以 他們只不過就是認清現實 認清現實 好 那既然黨團可以認清現實 嘴巴講說我們要並行 但是實際上如果是認清事實的話 那我在想 那馬先生 何苦來哉 其實4月6號當 王金平去跟學生見面 做出先立法後協商的這個動作之前 郭台銘去找你嘛 其實做球給你 如果當時你就願意說好 我可以接受 318學運太陽花的這些領導學生 老師們的意見 我同意先立法 今天得分的是馬英九耶 今天化解318學運的是馬英九 而不是王金平耶 結果是你馬英九堅持 還給 聽說還給郭台銘來看 說這種事情你不要管 於是 解決問題的變王金平 好 假定說15天之後 到後來黨團是 後來我們認清現實了 雖然嘴巴不講說 我們同意這個先立法後審查 但是 在政治現實上 你也沒辦法當時 那何苦來哉嘛 你看馬先生 我必須想 也許馬先生到現在 還不願意認輸啦 還不願意就範啦 還覺得別人的錯啊 對 你等著看 我說過 馬英九他是 他過去 他的弦形 他的那種謬 像王安石 但是我現在慢慢看 不 他是那種 王安石的謬相公 加崇禎的這個合體 王國 王國之君的合體 怎麼說 崇禎到死的死之前啊 還在怪我不是王國之君啊 但是我用一大堆王國之臣啊 錯都是別人的錯啊 你看看 今天馬先生 他又持拗 拗到不行 你越對我有意見 我就是不跟你溝通 我就是要跟你對抗 不然你是要怎樣 但是總是到後來 刑事已經被刑事所逼 他才這種不甘不願的 這樣去讓一點 好啦 讓一點 而始終不願意認錯 所以我必須講 馬先生 他是 王安石的謬相公 加崇禎的 這個王國之君的合體啊 這個人啊 其實 有一天 他真的會 弄到後來 讓自己 真的 恐怕會走進監獄啊 欸 既然馬總統不知道 明明現在已經到了臨界點了 都已經咽到鼻子啊 而且什麼是騙地方 到時候好像 多數都是火藥鋪喔 隨時一個地方點的話 欸 連藍委都 國民黨立委都出來提醒了 你不要等林立雄倒下去 就你知道他提不出一個方案 藍委為什麼這樣講 他都知道 欸 不要什麼 一定說人走了什麼 人命關鍵的事情 他可以倒下去 送醫院的過程裡面 就激發多少人 而且反而人士已經跟你講了 禮拜四沒回應 禮拜六就要上街頭了 欸 你剛剛五百五十萬的這個黑山巾 你現在到底要激多少人出來 一樣啊 你問題都不解決 這些國道社會員 對一輩子 欸 都給了國家社會 人家工作本來是很穩定的 那你要裁員 你要轉介之前 你是引入人家工作是要好的 到今天都沒有 人家這樣出來說什麼 你的話你要兌現 然後呢你要還給我工作權 這很合理的要求啊 你這個事情不處理 林英雄的事情也不處理 嫌疑的事情也不處理 你那麼好就偏地瘋狂 到這樣 整個台灣不只台灣 欸 整個台灣偏地瘋狂狂 同時什麼 你燒到後來不就整個總統府 滿久又被包圍了嗎 今天4月22號是世界地球日 所以林英雄選擇在今天 其實來做禁食是有它特別的意義的 那如果你要問我說 馬江會對林英雄做出任何浪波 我告訴你不會 那為什麼今天江一話要去看林英雄 因為他怕人家講他們太冷血 那在人情上 他會對台灣社會有個交代說 對我已經去看了 對於這件事情 我們也做了一定的處理 那個處理就是我有去探視 那做這個人道的一個探視 然後做了這樣子的一個勸說 讓他來對自己自我身體的一個尊重 那他也講了 他也不會讓他就這樣倒下去 他已經準備好相關的醫療措施的相關處理 也就是說大概這兩天是不會有問題 可能要進入到第三天會有問題 他的相關的醫療措施已經準備好了 只要他有怎樣 他就馬上把他送醫院 我想他這裡 他已經做了相關的處理 那這就是他們在這裡 所要面對跟處理的 那佳儀化今天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他說總統跟他的態度跟意見 其實是一樣 你看他昨天跟蘇貞昌的那個 會面以後 那個態度跟講法那個立場 其實都一樣 核四未來不是任何一個人 能夠片面改變 所以他對於林英雄今天 用這樣的以史明治 這樣的一個方式 進食來做這樣的處理方式 他認為你在夾持我 你用脅迫的方式 逼迫我在政策上做讓步 我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已經表達得非常清楚 絕對不可能在這個事件上 做任何的讓步 那面對這樣的一個狀況 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可能 我認為還是有機會 還是有可能 但是就是要讚 以過去的經驗 你只有跟他硬碰硬的讚 讚到最後他認輸 我為什麼這樣講 你說林英雄倒下去 然後可能幾百萬人上街頭 我要這樣講的意思是說 每次的情況其實是不一樣的 2011年的4月22號 那個是一個值得慶祝的日子 也就是三年前的今天 為什麼 國光石化 馬英九退了 國光石化佔久不久 佔得很久 國光石化過程當中 有沒有衝突非常大 有 也是衝突非常大 那那個過程當中 也是翻角非常厲害 但是在4月22號 也就是三年停的世界地球日 馬英九宣布不做了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必須要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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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進行挑戰 這裡 柯島在這裡 去年 為了核四上街頭超過20萬人 他有改變嗎 沒有 這一年下來 請問核四有沒有停止興建 沒有 核四沒有停止興建 你在看他今天講什麼 沒有核安沒有核四 沒有核安沒有公投 他在講什麼 意思是以脫代變 目以沉舟 他一直在建 但是這個建的過程當中 他告訴你我還在做相關的安全檢查 所以他的狀況是我核四一定蓋 而且慢慢蓋 今天講的封存是中國書爸爸 他詮釋的太快 意思是說 這個蓋過程有多少時間 他沒有把這個時間拉得很短 也沒有拉得很長 那就大家慢慢蓋 那他沒有不蓋 他一定要蓋 那蓋的過程當中 我也做安全檢查 這個時間點是往後拉的 所以他是以脫代變 那但是會目以沉舟 他會把這個核四蓋好 那核四蓋好以後 那什麼時候的事情 是不是他要負責的事情 這不是他能管的 然後現在他不會低頭 你不能用一個 林英雄 你過去在台灣的民主發展史上 你有你的貢獻 你有遭遇這樣慘案 你有如何如何 很多人對你有很大的情感 或是你是一個人格者 等等等等 你是一個非常自我堅持 然後你有你的目標理想 你要追求你的歷史定位好了 我不可能配合你 我也不可能讓你來威脅我 你要你的歷史定位 我馬英九也要我馬英九的歷史定位 這過程當中其實是一跟零 沒有任何妥協 因為林英雄要他停艦 這樣一話已經說了 絕對不可能片面停艦 站在公務單位 絕對不可能有這件事情 所以一跟零已經衝撞在一起 只有一個人要贏 一個人要輸 過程當中沒有妥協 至今為止 然後你再看看今天 馬英九到這個接見外賓的這個場合裡面 還有他的態度 他所有一切一切 所以呢 就必須要站 我的意思說 不是沒有可能 你看2011年的那個4月22號 國光石化後來是停了 是經過多少年多少年多少的環保運動 在這裡面翻角 在馬英九的這個信仰裡面 沒有公投這件事情 因為他是執政者 他要絕對的權位 他對於公投這件事情 他是從心裡面打從心裡面 不願意給人民的 你去看他歷史以來都把公投當成選舉的工具 在那個操弄的過程當中 要做一定的處理方式 陸聯公投 反聯公投 各種 你要有什麼防禦 我就給你什麼樣子 只要貼近 只要相識 只要模糊 想辦法讓他不過半 所以他還在公投的過程當中 關起門來 我們跑新聞非常清楚 那個投票所所有人封起來 他到底有沒有投 是什麼樣的方式投 他就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去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公投不是他的信念 不是他的力量 還有環保也是 經濟發展才是他的信仰 才是他的目標 所以他不可能妥協 那這個禮拜 絕對是反公投週 那你也不要相信今天開始 我們看到林義雄在這裡面的禁食 他馬上就跟你說 哎呀 你不要禁食啦 我馬上答應 我說不可能 那一定要站 那要站到什麼慘烈的狀況 不知道 但是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有萬分之一的可能 那那個翻角是非常非常大的 台灣社會要不斷的不斷的翻角 因為我提供了一個例子 叫國光實話 從2008年他上來以後就宣誓 然後經濟部也大量的宣誓 一定要投資一定要投資 不然台灣完蛋 等等等等 講了也非常多的話 那最後在2011年 問一下柯島 對啊 你們去年有20萬人上街頭 反核式的 而且這是超越藍地的啊 你們在中正紀念堂 每個禮拜六日 還有一堆藝文界的導演 在那邊靜奏的對不對 那他說馬總統都不在意啦 現在林立雄一個人絕食 他會在意嗎 他不會在意 因為馬總統我覺得啊 他對我來說 就像是核廢料 放在裡面沒有用處 可是他有極度的危險 對 那他可以不管你 民間的話他完全聽不到 他像到核市場 台電就派了一些人講好話 講說馬總統你做的是對的 核市一定要蓋下去 他聽了就很高興 跟這一次跟學生對談 完全一樣 他就很會安排這個安慰自己 可是這一次林立雄是用命去搏喔 對 你遺書都寫啦 那如果真的倒下去的話 這個是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我們現在面對 因為所有的人 我包括身邊的年輕人 都問我怎麼辦 那不能夠讓林立雄 我看到林立雄出事情 連年輕人 他都不太認識林立雄 但他都覺得 那個是一個大事情 可是我知道 馬江他們沒有這個感覺 這兩個人是麻木的 他聽不到外面的聲音 那只能夠到 好 總統府整個被團團圍住了 你走不動了 你進不去 你想為什麼這麼多人在這邊 他才會去關心這個問題 或者是說 我國民黨一樣有 非核家園啊 可是你有非核家園 你為什麼要去簽 跟美國簽50年 和平使用 那個 原那個 那個 核染料 這種東西 就表示你核事要硬幹 而且 八九月 我們是聽說八九月要插 染料棒 所以 我想林先生會這麼急 我一定要處理 我們也不會等到那個時候 他插下去 其實 我連年輕的導演 早就跟我講 為什麼我們沒有武士勇士 日本輔導有武士勇士嘛 災難裡又衝進去 我說還沒到時候 如果到時候 我們真的會有武士勇士出來 因為我們不會讓這個事情 就這樣發生 就這樣結束 小段你們都很擔心 我聽說你們在開黨團會的時候 很多人都哭了 我有林一雄都哭了 我看今天 連十尊章 蔡英文去 講話都是哽樂的 那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也知道這個問題很嚴重啊 那為什麼馬總統可以完全不在意 你看江一華今天講得很清楚了 你要我答應你 說不答應的話 等於殺了你 他說什麼 這個講話是太強烈了 而且不是你一個人 他等於給了答案了嘛 那現在怎麼辦 只能像柯導講的嗎 弄到後來是很多人上街頭 要去包圍 馬總統他可能像國光石化這樣什麼 好啦 那我就不要劍嗎 就停劍嗎 應該這樣講就是 我們不敢說沒有希望 如果沒有希望的話 我們今天所做的動作一定不會是這樣 今天一定是直接攻打總統府 我們還是抱著希望 因為即便滿久再怎麼遲鈍他 我們不相信他是沒有感覺的 他如果沒有感覺他就不會讓步 國光石化他也是讓步 服貿爭議到目前看起來 也是做了一定的讓步 只是說他並沒有作為一個國家的 這個政治領袖 應該要有的敏銳跟決斷力跟無私 我們很遺憾的 或是我們今天國家有了這樣的一個總統 對 頒委員 他是沒有那個憐憫心 是 但是他畢竟他有他厲害的計算 所以他今天所有能夠逼使他讓步 只有厲害的計算 他必須要承受到壓力 所以今天林毅雄 一個人沒有辦法給他足夠的壓力 但是我們大家團結起來 他就會感受到壓力 林毅雄可能對台灣比較年輕的一輩的 這個年輕朋友來說 可能不會有這樣子強烈的感受 那天他在黨團會議有好幾位 這個民進黨的立委 都講到哽咽甚至流淚 不光是發言 坐在底下的很多人都流下眼淚 那為什麼呢 那個不是為了表演作秀 那個門關起來沒有人看得到 大家深刻的感受到 林毅雄今天會決定在那個地點坐下來 因為台灣過去有很多人絕食啊 可是林毅雄這一次的動作 跟過去這些我們看到很多次的這個絕食 其實意義會不一樣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很清楚他的個性 在台灣你很少看到一個政治人物啊 你大概會 大家會說他 不要求職務的 就無所求的 就是對權力欲望的 對 他其實你看 2000年阿扁當總統的時候 他是民進黨黨主席 他要哪個位子 我相信阿扁大概都會給他 對不對 但是他不要一樣 淡薄 對不對 他選擇一個人厭稀少的路 他選擇他就離開了 他離開了這個政治權利 但是他在追求權利的過程裡面 他選擇不要 可是這麼多年 他就為了一個他的理想 就是核四 那今天我們 今天包括林毅雄 包括民進黨也好 就是包括這些 社會上的聲音 所要求的是什麼 如果今天我們要求的是一個 不合理的要求 是你做不到的 那坦白講 不要說一個人的生命 十個人的生命 一百人的生命 恐怕你這個政府也沒辦法答應 但是今天 所要求的是一個多卑微的要求 要求讓大家做決定 要求你 這個掌握權利的人 就請你同意 說讓大家來做決定 不是你一個人做決定 剛才羅素蕾委員講 說你今天就算 他現在這個馬交的邏輯是什麼 我如果要讓你做決定 有一個前提 好 是這個核四的這個安全評估 要證明它是安全的 我才讓你做決定 好 那我今天我們跳過這一關 好不好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如果是不安全的 我就不蓋了 安全的我就要讓你做公投 那我今天我們這一關 跳過去好不好 我也不馬上要求你 因為如果你當然 你可以馬上宣佈就停箭 對我們來說當然是最好的 看 你看這個邏輯很奇怪 我跟你講說 大家說要現在來 我們來一個這個 這個不要 不是掙脫鳥籠的公投 我們可否啊 你贊成我反對 我們看來誰票票多嘛 他說不行 這個公投 是我要證明它是安全的 你證明要證明多久啊 我證明它是安全 我才讓你做決定 好像我 好像我這個很嚴謹的 很有擔當 可是我現在跟你講說 我拜託 我們就不考慮那個安全性 先不要考慮 我們就是 你說讓大家做決定 我們就直接公投 一人一票嘛 願意出來的人投票嘛 你也可以出來支持核四啊 只要你的票多 我們沒有話講啊 對不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多卑微的要求 你不要拿那樣的一個這個 關免堂皇的理由 告訴大家說 要有些人確定的核能 那你都不確定 然後你繼續的這樣子蓋 然後插燃料棒 這算什麼呢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我們不敢 不抱著希望 然後我要跟大家提醒 這個時間的緊迫 今天星期二 在今天程序委員會 把這個 核四公投特別條例 列入禮拜五的 院會的報告案 立法院是禮拜二禮拜五 開院會 禮拜五跟下個禮拜二 是同一次會 所以今天禮拜二通過了 到禮拜五要開會 禮拜五如果 國民黨不能同意 把這個特別條例 直接淨附二讀 然後三讀的話 那下一次有機會 院會是什麼時候 不是下禮拜二 是下禮拜五 也就是林義雄 開始絕食之後的 十一天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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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說 我要跟大家講 如果錯過禮拜五 即便國民黨後悔了 他想要來解決這個問題 很抱歉 他沒有機會 沒有時間 除非他可以同意說 那我直接停箭 我直接停箭 否則他沒有辦法 完成立法 然後給林義雄 給這些公民團體 給台灣社會 一個公平 用公平投票 來決定核四存費的機會 那個機會就沒有了 那樣會出現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場面 我非常遺憾的 要跟大家講 我覺得台灣社會 會陷入一個 讓我們非常 看到非常害怕的一個景象 就是台灣社會會陷入洞大 這是會影響到台灣的國家安全 因為一個政府的領袖 就因為他的肛閉自用跟自私 然後要讓台灣社會 陷入這樣的一個急劇的衝突 甚至流血嗎 這不是我們願意看到的 我們今天所有大家在做的事情 不光是為了林義雄先生 他的生命 是希望在台灣 我們有可能 遇見看到這樣一個 我們必要看到這樣 劇烈的衝突 我們大家在做拆引線的工作 我們不希望這一把火被點燃了 這個學生還來不及遍地開花 就已經到處要爆炸了 這還得了嗎 這是政府的責任 他們必須要面對 時間我再次強調 時間緊迫 今天星期二 離星期五 也不過只有兩天的時間 今天已經 大家看到這個節目 已經晚上了 剩下星期三 星期四 然後就星期五 然後就沒有得回頭了 馬先生 馬英九總統 跟江英華院長這兩位 這是他們的責任 段委員 他的想法是 今天你林義雄 用這個方式來威脅我 今天已經有一個媒體 也有相關人講 如果一個有合者 他也要用殉道的方式 來做這樣的威脅 你一定要給我合適 那對於他的權威的挑戰 他沒有辦法去面對 用一個人來對他 這麼樣的多的票選出來 他要來做一個決策的時候 你以一個人 那對他來做這麼大的一個 做這樣的一個衝擊 這樣的挑戰 他完全沒辦法接受 他不會有任何 你剛剛想的那個過程 他直接在想 你挑戰我的權利 你挑戰我的權威 然後如果這個例子一開 萬一有其他人也做這個事 那我當什麼總統啊 沒有辦法用萬一 沒有發生的事情 沒有辦法用假設的問題 假設的問題 來回答一個眼前 馬上遇到的問題 可是馬江就是這個態度 不只是理居從啦 現在有一個人 一個人躺在馬路上 大家說你趕快去救他 跟那個交通警察說趕快救他 你把車擋下來趕快救他 他跟你說交通安全交通安全 交通規則交通規則交通規則交通 他的念經啊 那個人馬上要被車被黏死 他跟你講說交通規則交通規則交通規則 我們現在遇到就是這樣一個狀況啊 所以我現在把車擋下來 要去救那個人 等一下過了一個狀況 又一個人躺到馬路上 倒下來 那我是不是要把車擋下來 這樣就把他救起來了 這就是你的取捨嘛 對不對 你要不要因為一個人的生命 把車給擋下來 馬上這個人就要生命就沒了 我剛剛講他沒有憐憫心 他只有他的政治權利的處理方式 他最大的一個權利的權責 這個階段我們只能相信 他還會在壓力之下低頭 好啦其實不只林義雄啦 其他老百姓吃飽飯沒事幹嗎 動不動就要上街 然後動不動就要抗議 現在還有人拿命跟你拼 最重要的是 今天大家警覺到的是說 這個政府不但不能保障老百姓 還可能把老百姓害死耶 看看那些國道收費員 他為什麼要衝進去這個交通部 因為他當初相信這個政府 說你會好好安置我未來的生活嘛 結果他們的下場如何 現在其他老百姓看到會害怕呀 那你現在核四堅持要幹 就像金蘭講的 今天在媒體上居然還有一種聲音說 那如果永和的我也出來進食 那這個社會不是大亂了 這是不是某個程度就反映出了 馬將就現在就是這麼想的 今天是世界地球日 明天二十三號是沙士比亞 四百五十歲生日 在沙翁筆下的人物啊 沒有絕對的壞人 因為壞人死壞到幾點 他知道會損能不利子 他就踩煞車 我希望馬總統你要踩煞車 怎麼形容今天的台灣雄市 我只能借用這個俄國革命子列寧的話 叫做革命前夕 什麼叫革命前夕 就當一個社會啊 各種社會運動團體風情英勇 就只差革命先鋒隊 登高一夫臨門一腳 就革命引爆了 我不是威言聳聽啊 福茂所造成的血印 石府捍衛隊出來的 反風車出來的 河士反河士出來了 5月1號各種運動 包括公運都會流 剛剛主任提到 連高速公路被隔職的這些社會員都 佔領交通部 一樓大廳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為之呢 我昨天提到一個關鍵字啊 我只是在強調這一點而已 英文叫occupy 中文叫佔領 台灣現在哪個地方不佔領呢 從立法院行政院到交通部 就差總統沒有佔領啊 就怕馬英九你住的官邸沒有佔領而已啊 為什麼會佔領呢 你只要靠抗議才能改變一切 對不對 當民主政治 代議政治 三權分立 各種都適應的時候 佔領不是抵抗權的行使嗎 我讓大家做個對照 我等一下來詮釋林義雄 這是日本人統治台灣50年 17位總督 我剛剛一看名字 我只對說認識五位 其他社會員都陌生了 這叫做外來者 叫做剝削者 來對照一個對照組 蔣衛水 一個人就可以跟17個日本總督批敵 為什麼 因為蔣衛水是為了台灣的安身立命 守護家園啊 林義雄正式傳承宜蘭這個蔣衛水精神 我談林義雄 我認為林義雄是把自己的生命 有限之生命 做一種無限的一種人生最後一波 以史名字 要讓台灣徹底的 以行動來展現非核家園 今天前衛生所長林明亮 醫生再度打電話給我 他跟我講一些狀況 他說啊 以他對林義雄身體了解 身體最多撐一到兩個禮拜 尤其人跨過一週了 撐不了兩個禮拜的 所以他已經煮一個24小時的 醫療團 分三組全面監控 希望能夠 以免萬一 你想想看喔 一個73歲的人 如果 執政者都沒有反應喔 陷入分泌 陷入休克 其實有人對 這些林了解 高血涯都有可能啊 兩三天高血涯就可能啊 我要強調的後果 解死了大概兩三天整個高血涯就上來了 那一些病變都 過五六歲的人知道高血涯的嚴重性啊 我要講這場所 異光教會場所 就是臨災血案的血案場所 就是二二八事變的血跡喔 就是全台暴動 台灣馬上陷入一個月前的烏克蘭 我說給馬總統聽啦 馬總統你只剩三條退路了 一 趕快遲遲出國 由副總統代理來收拾善後 二 如果林一雄有萬一 保證人民起義 會衝進總統跟衝進官邸 你的身家性命都有問題 第三 給你僥倖嘛 拖吧 拖到卸任 保證被收押 為什麼講到我嚴峻呢 因為馬英九總統對現實的客觀環境 已經缺乏判斷力了 不知道林一雄絕食到死的問題的嚴重性 火山就爆發 我提出一個建議就是 你趕快 跟三個反對黨 跟公民團體 包括反核團體 包括選運團體趕快進行對話解決問題 1958年啦 我覺得台灣狀況很像1958年的華國 產生阿爾及利亞危機 舉國維持動盪 那時候還有戴高樂站出來解決問題 請問叫台灣現在有戴高樂嗎 我當然是沒有啦 好 馬英九今天狀況就像 我曾經引用這個水門事件的唯一的污點證人叫做 DIN 他寫的寫本書叫做Blind Ambition 麻木野心 說我們這一群決策者 白宮決策者 從來不知道外面的嚴重性 因為 麻木的野心嘛 但是 麻木野心 以為在山巔 卻沒想到 再往前一步 萬丈深淵 馬總統 你今天狀況就是 以為在山巔已經陷入盲目野心 開不清現實 就像戴高樂會在阿爾及利亞危機 組成救國會議 我是建議 馬總統狀況 大家有事之事準備好 萬一台灣發生重大危機 重大動亂 反對黨公民團體 你們要組織救國會議 就像阿爾及利亞問題一樣 來度過危機 我 講到這邊了 馬總統 如果那麼理性分信 你還聽不懂 還聽不進去 那麼你的身家新聞都有問題 我嚴厲警告你 我想台灣多數的人 都希望台灣不要發生革命 可是會不會像胡大哥講的 已經嚴重到遍地烽火 已經革命的那種前戲 那種氛圍已經出來了 來信他幫我們追一下 我要先請大家來回想一下 也就是在過去一年當中 可以說是台灣人民最密集 走上街頭的時候 那麼當然啦 可想而知在未來 走上街頭似乎已經變成是 大家都會來參與的一種行動了 但是我們現在就要來問問啦 到底是誰逼得台灣人民 必須要震出來 甚至在這個時候 有人要拿出生命 來跟馬政府對賭呢 那麼其實剛剛主持人也講到了 就包括我們昨天的 在太陽花學運的主要7個人 是主動來到台北地間 屬於要來進行說明 而其實在事後 他們也發表了一個公開聲明 我們就來看到他們怎麼說 他們要震告行政院講這樣一話 就是因為你濫用權力血腥鎮壓 所以認為這樣一話 你不能逃避歷史以及法律的責任 而接下來呢 也證告了總統馬英九 就是因為馬英九 你傷害了民族 踐踏了法制 迫使人民必須要行動來對抗暴政 所以整件事情 如果真的有什麼的話呢 是學生認為呢 就是你總統馬英九 應該要出來負責 而同樣也要來看到是在今天了 林義雄到底為什麼要來進食 不就是要來停建核四嗎 那麼當然 剛剛主持人也講到了 有超過7成的民眾都認為 台灣是需要停建核四的 而且林義雄也講到了 在他自己的公開信當中 他講到了 如果不是因為掌權者藐視民意 他有需要來進行 所謂的禁食行動嗎 甚至剛剛大英也都討論到啦 如果今天呢 他有個三長兩短的話呢 他也告訴大家 就是掌權者殺害了他 那麼你看看囉 從學域一直到提建核四的議題 這邊是馬政府 這邊也是馬政府 我們就要再來問一次了 到底是誰逼得人民必須要走上街頭 來反抗這個政府呢 而且最近在網路上面呢 也有網友呢 就引用了這電影 蘇且兒當中的一個經典台詞了 其實在電影最後呢 是蘇且兒告訴皇帝 他是這麼說的喔 他說啊 這丐幫有多少弟子呢 是你來決定的 如果呢 這個皇帝啊 真的是英明神武的話 使得國泰民安的話 鬼才願意當乞丐 那麼當然啦 我們要講到的是 現在台灣的人民當然不是乞丐 但是就像剛剛大家也討論到啦 台灣人民真的閒的沒事 必須每個周末必須要走上街頭 甚至不惜違法要來對抗這個政府嗎 那麼到底是誰逼得人民 必須要站出來呢 我們就來聽聽看各方的說法 如果有一切法律責任 有任何的流血 我當然問一件 我們所有發起這些行動的人 我們都會承擔 但是如果你要說 最後的責任 歷史的責任 會算在夏英九層 夏英公圈的法制 我們誰要走開 會 雖然我們不思考任何退場機制的問題 我們也不回答任何關於退場機制的問題 跟真正該講 退場機制的是馬英九總統 逼迫人民 站出來以行動抵抗暴政的守門 不是別人 就是馬英九總統 你自己 如果我發生不幸 我希望我的親友都能夠了解 是他們殺害了我 去年就氣到被逼到已經上街頭去了嘛 很早了嘛 所以你今天看了林毅雄講的話 跟剛剛選人講的話 一定有感覺嗎 他們講的什麼 他們直接指責是馬總統 等於是有點官批民主犯 他們怎麼樣 真的是被馬總統逼著上街頭來了嗎 對 因為這一年來 有各個團體到我們五六運動去 至少有二十幾個團體 都來講他們面對的問題 所以你們在中正紀念堂坐在那邊 每個禮拜六日都坐在那邊 公營論壇 然後大家都可以來講 不管是航空城 不管是福茂 各個問題都有 我就知道這個 越來越大這個問題 他會逼到群眾 四個字叫忍無可忍 因為這些問題 包括我發現這個政府 到現在還是一個 臨時政府的心態 一到台灣來 他們是臨時政府 因為隨時要回去 到現在還是臨時政府 心態就是我只做短期工程 我不是長久的來建設台灣 環保的問題 我看到看見台灣那個 太魯閣那邊山凸掉 我晚上做夢夢到那個 我就睡不著 你不管那個樹怎麼移 一個國家公園 不可能這樣子幹 還在繼續挖 政府容忍他 馬中間就跟你講 環保沒完沒了的事 對 是沒完沒了沒錯 是他自己沒有用心在這上面 那你看阿姆斯特丹 他們建一個城市 花八年的時間 跟民眾溝通 溝通 有些事情不了解 那就是政府的問題 把官員下放 到鄉下去住 住幾年再回來 了解了再回來 他們絕對用這個 他們不是要講效率 要講效益 這個事情要有好處 而不是講效率 把事情做了就算了 那我們這個臨時政府 完全沒有這個心情 去好好的經營台灣這塊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會面對大家 發現 這個已經不關藍綠 各個掌權者 都只是在包工程了 那如果這樣下去 問題越來越多 那會到所有的人 就像奧運會一樣 大家舉牌 我是航空程 我是蠶竹山 我是淡水大橋 每一個人都會出來抗議 到時候一定塞滿整個海道 所以當一般那個老百姓 用這種非暴力的 各式各樣的方法 希望能夠讓執政者 聽到他們的聲音 可是執政者呢 他完全沒有回應的時候 接下來會不會採取 更激烈的手段 我不知道令宏 是不是還記得 之前這個國際權威的 這個電力跟核能大師 陳柏欣那時候去見馬總統的時候 他說在跟馬總統談的時候 馬總統很有誠意的感覺 他好開心喔 他覺得馬總統聽進去了 就出來之後 到了我們節目 是破口大罵 覺得他被馬總統騙了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 馬總統一再被打臉 到底是誰造成的 馬總統一直強調 比方福茂 他說如果福茂不過的話 我們就很難加入TPP了 結果AIT就跳出來打他臉 說根本沒有直接影響 後來經濟部長張阿蘇 就跳出來說 沒有直接影響 那有間接關係 然後馬總統也說 再重複 福茂重談的真的很難加入TPP 結果呢 AIT弦處長又跳出來打他的臉了 說直接間接其實都沒關係 結果經濟部長張家樹就說 那不是美國說了算 結果美國國務院的官員 又出來打臉了 他說任何國家加入TPP 不需要跟中國有任何的協議 然後馬總統又講了 他願意跟青年朋友來座談 就被網友踢爆了 原來國民黨發函 動員了雙北市 跟桃園新竹四個縣市 務必要配額出席 於是外界就抨擊 這叫取暖大會 然後黨中央立刻發了一個聲明稿 說誰說叫取暖大會 這裡頭青年這番意見都有 絕對不是自我取暖 好了說到青年就自己跳出來講了 說馬總統天真 馬總統就是天真的在取暖了 國民黨已經沒有辦法掌握議題的主導性了 更是被龐大的利益團體所霸持 所以又打了馬總統的臉 所以馬總統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覺得搞不懂的是 馬總統是真的聽不到民意 對這個民怨無感呢 還是他根本就在刺激大家 我應該這樣講說馬先生他的 他指揮那一招 就是誠懇的說謊 我說馬英九長期以來你仔細看 這些年他就是這麼一招 我常常講叫做老妝哲學 但是那個妝並不是妝子的妝 是假妝的妝 妝陽光妝可愛 好那是他是最厲害的 妝可愛 哎呀這喜歡比這樣子啦 或者是比愛心啊 他很喜歡就裝可愛 另外呢 哎這被人家罵的時候 就裝無辜 哎我不知道啊 我看報才知道啊 好了 發現民意 真的很生氣的時候 他就開始裝可憐 他就是靠著這三招 再加上這個很誠懇的說謊 那種很誠懇的眼神看著你 但是滿口謊言 其實心裡很硬 對 所以這些年 他竟然可以騙到兩次總統 可以騙到兩屆市長 還好 我很早就看穿了 但是我必須說到現在 還有一部分人 並沒有看清楚馬英九的伎倆 但是多數台灣人其實已經醒了 多數台灣人已經醒了 好 我們來看 剛剛 又齊特別點出來 AIT 美國政府其實已經多次公開來講 對 TPP跟福茂是沒有關係的 為什麼 因為TPP現在是美國在搞 中國目前為止 根本不是TPP的成員 也就是說 今天台灣如果要加入TPP 沒錯 是成員國要共識 共識決 那問題是中國不在TPP裡頭 本來台灣能不能進TPP 跟中國無關嘛 是馬英九硬是要把它扯在一起嘛 好 所以 美國人已經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訴馬英九 不要再扯謊 但是馬英九還要扯謊 還要 還要騙 對 這個人有時候真不懂 他的那種一朝半是已經被揭穿了 還要騙 同樣的狀況 其實從去年我們在討論核四的爭議的時候 我們都說政府的核能發電頂多就是15% 佔所有的發電量的15% 而我們的備載容量都到20%以上 換句話說 你不要核 你全部的核一核二核三都不要 核四也不要 台灣的電不會有問題 所以我想 柯島都可以 有太多的數據可以證明我剛剛所說的話 但是到現在還要騙 馬英九他們還要騙 所以 都已經是完全被拆穿的謊言 他好像只會這樣子下去 他因為騙子 他一直相信他可以騙得成功 他一直可以把大家騙倒 所以他不認為他被揭穿 好 各位 馬英九的性格是什麼 可以給大家看一個過去的事件 你就知道其實馬英九的性格 林義雄的絕食對他來講 恐怕跟這個事件是有點類似的 陳水扁 在2012年 這個有一陣子 民進黨大概在八九月份的時候 發動連署 要呼籲說讓陳水扁保外 保外就醫 包括好龍兵突然出來講說 也希望能夠讓陳水扁保外就醫 好 馬英九沒隔幾天就趕快約 跑總統府的記者見面 各位 你看那個標題他說什麼 要逼我就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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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這就是馬先生的 所以 學運的時候他說你學生這麼多 就要逼我就範 對不對 阿扁要放阿扁是逼我就範 你現在林義雄要逼我就範 他就偏偏不就範 他的認為就是 唉唷 你這樣子你就要 你就要我 有放軟阿 你就要逼我就範阿 我馬英九其實 其實這麼隨隨便便的 可以讓你嚇到的阿 我馬英九不是嚇大的 但是你看陳水扁 不是一太太老要自殺嗎 又生病嗎 又如何 他不就範 他不讓陳水扁出來 陳水扁現在又如何 對不對 他好好的阿 我馬英九政權好好的阿 是不是 所以今天我看 因為陳水扁的這個經驗 他處理陳水扁事情的經驗 所以他認為林義雄可能也一樣 所以你看他派 派那家 派江英華的家伙去 也是純粹只是做出動作說 我有關心喔 他並不是 他真的我不認為馬英九到現在 他有這種所謂的要跟人民溝通 因為他的個性其實是 是非常強硬的 他的個性其實是覺得 我不需要跟你們這些人 我不會承受你們這些人壓力 我如果承受你們這些壓力 別人怎麼看得起我 所以了解這件事情 你就知道說 我真的很擔心林義雄 這個事情到後來會是 林義雄真的倒了 那人民更進一步的上街了 再跟警察對峙了 或者是更進一步的這樣子 在街頭流血 這馬英九恐怕才要去處理 他這個人的個性顯然是 不見棺材不掉淚 另外 你說這幾天遍地烽火 有太多民怨在各個地方 這這樣子一點一點 如雨後春筍般的 這樣爆出來 慢慢的爆出來 昨天啊 台北市民生社區的副警街 乃至於部分永康街社區啊 被插滿了五星旗啊 這到底是怎樣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誰插的啊 有三個 中國來插 他們從這個 街市區畫院是半夜 有三個女人 是拿著五星旗 只要有信箱 只要有這個房子 有任何的洞 他就插五星旗 富隱街一帶 被插滿了五星旗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也就是說 哦今天 你們這些被視為台獨的人 你們搞動作 那我們這些 希望被統一的 希望被五星旗統一的人 是不是也可以搞動作啊 好 那不管怎麼樣 其實你都可以看到 從政治學的角度來解釋 我覺得馬英九這個政府 其實他已經失能了 他已經無法解決他 所面對的問題 或者是無法因應他 所面對的問題 整個政府機能啊 他根本已經是失靈到 這個人民的訴求啊 一再的湧出 就好像我們的自來水 在水桶裡頭 一直灌水一直流出來 但是 這個政府已經沒有能力 可以把那個水龍頭關起來 就讓整個 整個民怨就像這種水 滿出來 一再的溢出來 接下來 就是這個政府會解阻 沒錯 我其實我在觀察的是 馬英九的性格 這種你要逼我 就範的這樣的性格 這種對撞的性格 這種對撞的性格 尤其 我們看到經理天 他的Y17不是講嗎 哎呦 大軍壓境啊 我們都死光了 你看 講那種話 其實 對照這個 剛剛我們給大家看 在陳水扁這個事件的時候 他說的 你要逼我就範嘛 馬英九這種性格 再加上面臨 他的政府的 這樣子的一個 失能的狀態 我真的很擔心 下一步 就是這個政府的解阻 或瓦解 政府解阻瓦解 有很多種方式 是自行解阻 就是 可能是自己辭職 或者是 將一化辭職 等等 再來解決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是被人民解阻 那 這可怕不是我們樂見的 哎 胡大哥 現在擔心什麼 遍地烽火的時候 整個政府失能 哎 整個能力已經是沒有了 更嚴重的是什麼 會不會是已經無心了 你看看 學生昨天去硬性的時候 七個人講的是什麼 我們都要承擔責任啊 必要的話坐牢 我們也要去啊 哎 學生 已經準備要去坐牢了 只是為了要爭取他的權力 你的理想是什麼 連命都跟你賭了 那今天 哎 這些失業的這個 這個收費員 你答應人家的事情 人家進去 也是跟警察要衝撞的 哎 可能會被法辦 用命跟你賭 可能要去坐牢 跟警察衝撞 這是多大的一個犧牲 那馬總統如果 因為能力有問題 他如果沒有心去解決這些問題 哎 這真的是 就是偏低風火 弄到後來你一直硬碰硬硬碰硬 任何一個地方火點起來的話 哎 整個台灣都限制動盪 當一個社會 越來越多的人要扮演 殉道者的角色 就是政權的危機 我來詮釋林義雄 殉道者的人來詮釋他 我舉個歷史故事 古羅馬時代有一個非常殘酷的人血的遊戲 就是羅馬競技場讓人互相格鬥 有一次有一個希臘的一個僧侶 圈裡頭要從希臘到羅馬 他到了羅馬競技場嚇壞 他說怎麼 羅馬文明人士互相殘鬥 他就從台上跑到台中說 你們不要再打鬥了 結果全場觀眾正在看著火熱 大家說把他殺死把他殺死 就一個格鬥者把這個聖體殺死了 所以就倒在這個當場 倒到希臘的時候 全場四五個觀眾看到這個 大家都嚇壞了 他就默默地離開競技場 第二天 羅馬皇帝宣布 從此禁止格鬥 這叫殉道者 殉道者的血 往往澆灌了人道的理念跟訴求 我們已經有一位殉道者 鄭南龍 我不希望再產生第二位殉道者 士林義兄 我說給總統聽 他已經亂了 已經亂方村 我也不在他的話來解讀了 最致命就是 人力不失公首之事業 你不施行人道 不站在人民的立場 那你得到9% 假以用這句話來詮釋 秦始皇以為要建立千年帝國 結果15點就誇了 其實曾光臻要講最好 以人民之心為心 為君之道 必須先存百姓 我講這都太晚了 只是告訴大家說 心裡做好準備 領導有三種 我常講 會做事不會做人 岳飛嘛 會做事不會做人 被人家害 第二種是 會做人不會做事 我一天一想 第一站就被俘了 後來我想半天 不會做事也不會做人 那就馬英九而已 還有其他人 誰嗎 要了解一個人的心思意念 非常困難 除非他做到最高權力 陳水扁前哲之間 馬英九不是如此嗎 權力真的會暴露人性 扭缺人性 其實我對馬英九做警告而已 不就換嗎 等到你身家性命有問題 你就會就換 你期待別人怎麼記得你 我常這句話 馬英九你要學 法國的末代國王路易十六呢 還要學俄羅斯的末代國王 叫尼古拉俄士呢 還要學前羅馬尼亞領導者 叫齊奧塞斯庫呢 你這樣下去 你會變成中華民國的末代總統 我講這句話 坦白講是知道 形勢之嚴峻 危機如此深重 就在革命前夕 所以是引爆 如果你還認為你沒有事 我剛剛說起的路易十六 尼古拉俄士 齊奧塞斯庫 就是第四個 就是你的弟子 欸 金蘭啊 台灣人有一句話 人最恐怖的 不知道人會怕 我現在林國民黨立委都說 欸 你不要讓林立雄倒下去了 然後有這麼多的名誉 你會一起解決 欸 馬仲是怎麼樣 他是五感 完全感覺得不到 還是他不知道人會怕 他以為什麼 反正我不要當保押的總統 反正你有任何名念 要不然我就不要聽 要不然就跟你對抗 欸 真的嗎 衝突完過後 只要人數不夠多 他就可以安全過關嗎 我剛剛已經在第一段說 就已經跟大家講 必須要有非常大的一個 奮鬥的一個決心 面對馬英九還有江英華 在整個事情上面 你看過去的經驗裡面是這樣的 我可能還要給大家幾個 參考的這個資訊 其實在去年2013年 台北市政府就做了 將近八次的這個 核四的民調 都很清楚 那對於會不會去參加 核四大概都有六七成的人 那是不是要 這個對於這個 停止核四 那不得運轉的 大概也都有六成五成 大概這樣的人 那新北市也做了一次 那停止這個 核四興建的 大概有七成以上的人 也就是說 你不管太陽花學運 也不管這個 林毅雄 他們在這裡面都在面對一個事情 就是我們雖然選總統 但是我們選出來的總統是威權 是專制的 因為他不聽民意 你說多數的民眾就是要求 核四平建嘛 對 這個民意已經很清楚 我還特別講了 其實去年已經有20萬人上街頭 這裡面包括了富邦的董娘 陳愛玲 也就是他這中間其實有很多的中產階級 他已經很多人在福島的這個核災事件以後 已經知道他是命不命的問題 不是墊不墊的問題 所以有非常多的人 特別是可能還有很多的有錢人 他希望除了有錢還要有命才能花嘛 所以這過程當中經過這樣福島災害以後 他已經翻攪出有非常大的佩然墨資能域的這樣的能量 那要問的是 這麼長這麼多的時間都已經把這樣子的民意告訴你 但是你不聽 那這個我們在講服務貿易這件事情 其實2008年 我們的立法院長王金平就跟他講 你要發展兩岸關係 一定要有個監督條例 在這個監督條例的這樣子的一個軌道上 進行兩岸可能會比較平穩 他也不聽 他知道他要發展兩岸就已經告訴他 不然會出大事 可是他就不是聽 到今天我們看到出了大事 我要說的是 今天台灣社會在面對的 林義雄 他選擇在林載血案的那個地方 因為他知道他家裡三口人 過去是在威權體制之下 面對這麼大的一個強害 他今天同樣 他大概已經意識到他被老天拣選 必須要用他家裡這麼多人 這麼大的一個狀況能量去推翻 或是去面對這個威權專制的暴政 他今天的不是只有核四 你去看他去通篇去講 他其實在面對的是一個威權專制的暴政 雖然我們是透過民主 透過選票方面選出來的 但是他對於他不想聽 他不要聽 他不要愛聽的 他通通不聽 包括我必須說 昨天總統府找了經濟部長張家柱 去報告福茂這件事情 他還指責司徒文說 他不懂台灣的這個現象 對於TPP這件事情 美國很不尋常 一而再再而三 三而四的 有這麼多官員 站出來跟你馬英九說 不一樣的話 而且是當面說 不是躲在後面說 美國官員沒有看不到名字的 不是 他都不是用總統府那種黨政人士 沒頭沒臉 他是一個一個一個的站出來跟你講 你不要再這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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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不尋常 我覺得在國際上 這樣處理的方式是非常不尋常 但是你覺得馬總統或是經濟部長 張家柱這樣處理方式尋常嗎 也不尋常 他後面的中國的壓力 讓他面對美國這麼強大的壓力的時候 他還是告訴你 而且指責這樣子的一個狀況說 你不懂台灣的狀況 你不覺得 這個過程當中都讓大家看到了 我再一次說 台灣社會現在選出來的 透過的所謂投票的方式 似乎是民主的方式 選出來的是一個威權專制的一個領導人 那這個領導人 對於外面想要告訴他的事 他通通都不聽的 那他一直在說 他自己想說的話 他一直要說的話 不斷的說 而且這個說呢 不是他一個人說 他的所有的執政團隊 通通都在說 就像鸚鵡一樣 跟著他一樣 啪啪啪啪啪啪啪 講同樣的話 那也不管 今天不是台灣社會喔 是國際社會 我必須講 美國這個動作是非常非常不尋常的 這麼多的官員 有頭有臉的官員 告訴你不要再這樣講 你不要再這樣講 你不要再這樣講 但是他偏偏要這樣講 然後他的官員 還是跟美國的相關的 應該要維持基本 禮貌的這樣的狀況 通通不處理了 所以我必須說 今天林義雄也好 今天這些學運的學生也好 通通在挑戰 或者都在面對的一個事情是 我們現在的憲政 確實出了問題 我們選出來一個 有四分之三縣市首長 有三分之二的立法委員 這樣子的一個超級大總統 而這個超級大總統是沒有憐憫心的 他一定是要對抗的 你做任何事情 你就是要挑戰 就是要對抗 對抗 對抗 我為你們好 他開口閉口 就是副市 就家副長市的那種威脅 我為你好 我為台灣好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為台灣 你們為什麼要這樣跟我衝撞 他不聽人民的話 所以在這裡面 產生非常巨大的一個衝撞 那這樣的社會消耗 這樣的社會耗能 是台灣社會 為什麼沒有辦法往前走 因為他都在內耗 那那個號的對象是誰 是人民跟政府 永遠是人民跟政府 一次一次 齊凱 你知道這些高工局不是今天才來 3月11號就來了 幾乎每次都到 那個反風車的也不是這一次 4月才來 他3月也同樣都來了 幾乎是每個月都來報到一次 所以不是我們在講的 他是 人民就快活不下去 每個月都去抗議 你都不理他 之後到後來就是整個報到 對 他是每個月都要從他各地來 全台灣各地 他面對這樣的問題 沒有辦法解決 他沒有辦法生活 那個家庭沒有辦法生活 他每個月來 每個月來 他被消耗 那這個消耗 他的對象是誰 是他納稅的那個政府 我不說兩句話對不起 OK 你看馬英九的能學 其實林義雄的絕食是會 我覺得是他後來會演成大問題的 馬英九今天下午召開那個中山匯報 是 他很堅持喔 他中山匯報開完 這個據了解 他在裡頭的才識是 他說民進黨要把公投門檻下降 那會使公投的這種正當性被質疑 所以基本上他不會同意這個這個林義雄的訴求 就是所謂的公投門檻下降 第二個 他還是強調說 對於林義雄的進食 他覺得 哎呀這樣的話已經去看過他了 但是公共政策要理性討論 換句話說他認為林義雄這個動作 不理性 好 第三中山匯報 你看是馬英九的跟邊的身邊的決策人士 當然也有很多馬屁精 都是匿名的 他說有人憂心說 李英雄的進食對核四的案子 力道會越來越大 讓人憂心未來發展 但是也有人講說 哎過去的學運啊 是因為公權力沒有做好發揮 讓社會上有一誤解 大聲就有理 而陷入一種迷失 換句話說 現在馬英九的中山匯報裡頭 還有人在鼓勵馬英九 你要執行公權力啊 你要讓公權力去伸張啊 所以我就說你看吧 就持續的讓這種 國家的暴力跟人民意的衝撞 這就是馬英九現在要做的事情 所以小段你看喔 會不會馬英九現在的態度 就像剛剛麗虹講的 對扁的態度是一樣的 你要逼我就範是不是 我偏偏逼死不投 我就是跟你對抗到底 如果麗虹在林英雄這個事情上話 事情非常嚴重 那老百姓到底能夠依靠什麼 其實國民黨內 是不是確實有一種鬆鬥 因為國民黨確實也有立委 陸陸續續的 這個要提出降低公投門檻嘛 不管是不是被擋掉了 包括了先立法在審查 也有這樣聲音出來 不管是不是事後被否認了 確實有這樣的消息傳出來 有這樣的動作啦 所以這樣子要為自己找出路 找活口的這個 國民黨的這個 內部的這種氛圍 有沒有可能聲音 越來越大聲 來抵制這個當權者 其實你看郝龍斌的態度 或者是看民進黨的 國民黨的這個地方首長 或者是民意代表 因為他們跟人民 他們跟人民最貼近 他們會接收民意的速度也最快 但是我很擔心 尤其剛剛力鴻講的這個 今天下午的國民黨中山匯報 那麼馬英九的反應是什麼 讓我們覺得他其實沒有感受到 這個事情的嚴重性 對 他說如果我們降低公投門檻 會讓公投的正當性會降低 這個話聽起來實在是坦白講 好像有道理 但是其實是很荒謬 這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用不投票的人 來懲罰投票的人 今天投票率為什麼 會沒有那麼高 是因為很多人他可能 除非是我們今天 沒跟你講說今天要投票 我偷偷的投票 否則這個你看 從公投的發動 到你辯論 到社會討論這個事情 何況是何事這個 已經被討論那麼久的事情 我今天還不出來投票 那要表示什麼 表示說我根本就 第一個我不在乎 我隨便 或者是我根本不想 不想參與決定這件事情 那如果說 我們讓正反兩方 都願意出來投票 也就是我們把命題 把它決定為 你贊成或者反對 不要回到那個鳥籠公投啊 的那個負面命題 讓贊成的他不出來投票 我不用投票 我就把你抵消掉了 所以 如果我們可以命題改變 他還不出來投票 那表示什麼 他根本就不在乎嘛 我已經不想表態了 我不想參與 我為什麼要用 不想參與的人 到了一定的程度 我就說這個投票無效 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們2012年的總統大選 投票率 74.38% 不算低吧 好投票率那麼高 結果我們做了正確的決定嗎 沒有啊 我們做錯決定了 對不對 我們如果投票率低一點 我們順便還可以做正確的決定 我的意思並不是說 我的意思說為什麼我們在 當我們決定一個 這個國家最有權力的人的時候 我們沒有定一個投票的門檻 我們沒有跟大家講說 你投票率在七成以下 這個投票不算啊 我們沒有這樣子決定啊 為什麼 然後我們在決定一件事情 當我不出來投票 表示我做了決定 這就是我的態度 你為什麼不尊重我不出來投票的人 態度呢 我讓那個願意出來表達態度的人決定 那你為什麼不尊重那個 願意表達態度的人 我願意出門去投票的人 你為什麼要告訴我 要給我定一個門檻 這是什麼道理 這其實是違反民主政治的原理耶 這完全沒有道理的 你看這個政府做了 多少沒有道理的事情 我舉個例子好了 大家記不記得 這兩天在討論這個居住正義 我們的行政院長也跟大家講說 我兒子買不起房子耶 今天好了我們也講 對呀 大家都買不起房子 那你們在為居住正義 你們做了什麼 我們的行政院長江院長在他做內政部長任內 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去弄了合一住宅 大家記得不記得 A7 林口的A7 A7那時候徵收土地一坪多少錢 各位知道嗎 4萬塊 然後他拿出來標售給財團的時候 他訂的底標是多少錢 也就是說我政府把這個土地徵收來 當初沒跟你講說我這個是要蓋住宅 跟你說我這個是要做捷運的機場 做捷運的這個車站 一坪四萬塊 我拿出來標售的時候 標給財團 我的底標是多少錢 12萬 各位 我跟你說 你們在土地我幫你徵收一坪四萬 我現在 如果我過一半兩天 我跟他說 大家來標 這一坪最不合得到12萬 結果一坪平均多少錢標出去你知道嗎 26萬 財團一坪花了26萬 來拿到我一坪跟你四萬塊 跟你徵收的土地 然後做什麼事情 做公共建設嗎 不是 蓋房子賣給大家 賣給大家 賣給大家 你知道嗎 這些 在建商把這些全部都賣掉 他總共賣了多少錢 賣了328萬 當初跟人民徵收土地是10億 他賣掉328億 你說人民不要造反嗎 你一坪給我賣給我 給我徵收4萬 你如果要標 你只要一坪 你只要標4萬 你可以一坪訂到標12萬 那你為什麼不一坪跟我徵收12萬 那我人民土地算什麼呢 這些是我周先勞落的 那這個算什麼呢 所以我們今天面對的問題 這個政府是赤裸裸的 在掠奪人民的財產 赤裸裸的在剝奪人民的權利 然後他還可以明這個 這樣的光明正大的 然後這樣子光天化日之下 居然只可以講出這樣的話 那對人民來講 如果今天一條人命 不足以讓你低頭 那只有一個結論嘛 剛才中信中講的 那就是遍地流血大家革命嘛 我們要走到這樣的一個地步嗎 你就算你再怎麼樣遲鈍 就算你耳朵長毛 蓋滿了你全身 你總有一點良心吧 你不要讓台灣現場這樣的一個 遍地烽火 大家流血的一個場面嘛 柯桃今天臉色都很領受 你剛剛聽了下午馬總統最新的 他連那個降低公投門檻都不降 他顯然沒有要讓啊 這樣怎麼辦 就知道禮拜六你們上街頭去嗎 上次20萬人 這號召更多人上去的 我記得有一次我去宜蘭參加 那邊也要辦五六運動 那黃春明的妹妹來 他就說他哥哥問他你要去哪裡 他說我們要辦反核的五六運動 黃春明就說沒效啦 狙面啦 革命啦 你上街頭如果馬總統都不醒來 對啊 對 他這樣講我那時候覺得 我們只是在做一個軟性革命 我們只是做一些堅持讓你去聽到 可是他真的聽不到 那聽不到再來 他就會變成一個真正的革命 因為你真的沒有辦法跟民意站在一起的話 老百姓沒有辦法 只有革命 那我不知道台灣如果走到這個地步 當然不是我們期待 但是我們為了我們未來的生活 因為像我這一代的人 其實他應該害怕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一代的人沒有把這個地方弄好 然後又已經掠奪了後代太多的資源 你要補償都來不及 你現在還繼續掠奪的話 我覺得一定會出事 那這一代的人反省了 如果站出來 我們這一代的人其實是非常有力量的 雖然我們不會出頭要幹什麼 但是我們可以支援年輕的一代 因為我在立法院裡面 看到第二個禮拜 我就覺得政府應該整個交給他們 他們來做已經會比政府好太多了 我寧可信任這堆人 這堆年輕人完全交給他 他會把我們做得很好 因為這個關係到他們跟他們未來的小孩 那個羅偉 記得學運的時候嗎 市民的女兒跟一些學生不是上去噴的 在立法院的大院上面噴那個什麼 你如果獨裁變成一個事實的話 人民到後來就不真的必須要被迫去革命 我們要希望台灣是一個民主社會 可以穩定的 可是重點是什麼 你總統不只不能獨裁 你聽到人民的聲音你要去回應啊 最老實講 我們現在跟時間是在賽跑 你想這個是人民關鍵的事情 你禮拜六有看到 看到遊行的這個事情 五一勞動賊 學生跟社運 跟整個勞運是綁在一起的 馬總統現在如果 不只不要當獨裁者 趕快去傾聽民眾的聲音 趕快去把這個活躍戶解開 台灣才有前途啊 其實當執政黨的委員 其實 目前的心情真的是滿沉重的 那個 到處都有問題 可是我們 我們的主席啊 也就是我們總統啊 都不願意去面對這個問題 來解決問題 因為你一定要真的是面對問題 而且知道說問題的所在是什麼 你才能夠有那個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吧 而不是說明明是白的 你給它看的黑的 其實剛剛提到說什麼中商匯報啊 還有一些人在講一些那些那些那些好像 他鼓勵他還要硬一點 好像硬一點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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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講 我說這個杯子明明是白色的 可是馬總統看成黑色的 可是他周邊的人 沒有人敢跟他講說這個是白色的 還跟他互合 互合的跟他講說這個就是黑色 這個就是目前我們問題的所在地 那你今天 你所謂面對問題的話 你就要了解那個問題的真正的原因跟真正的現象 而且你要很誠實的去面對面對它 比如剛剛提到說 到底 胡茂跟加入那個 TPP有沒有關聯性 我覺得中方應該很坦白告訴大家嘛 其實你要不要加入TPP 或者你加入TIFA 其實跟胡茂沒有關係嘛 那是將來美國要逼你說你要不要吃美牛嘛 你要不要吃美國的內障嘛 你要不要吃美豬嘛 還有美國的大量的農產品要進到台灣來嘛 甚至美國會逼迫我們買它什麼 買它那些破頭爛鐵嘛 買它的那些已經過時的國防設備嘛 這才是問題的真的所在點嘛 那你要不要TIFA 你要不要加入那個TPP嘛 那在美國 那美國一定是要你這些嘛 它管你跟中國大陸的什麼胡茂什麼關係嘛 那你要去面對嘛 那你要面對問題 你才能解決問題 尤其現在 經過這次的學運 你可以換到說 可以看到說 現在的這批年輕人 都很有智慧的 他們那個收集資料 了解這些資料 他們那個資訊啊 掌握的都比你政府所掌握的資料 還要先進 還要多 還要完整 所以你用那呼嚨的 在那邊欺騙的 在那邊亂講的 誰會相信嘛 當然不會相信嘛 那你今天面對這個核四的問題 我們已經談很多嘛 包括我們國民黨裡面的立委 包括李慶華 李慶華這次在諮詢的時候 他就直接建議 將一話院長說 你乾脆就停進了啦 因為怎樣 因為你核會料 沒辦法處理嘛 尤其是主流的民意 都告訴你們說 那個核四 確實它安全有問題嘛 那你現在都沒有的話 那你難道真的說 等到林義雄真的倒下去了以後 你再來說 哎呦 那我們聽見嘛 就好比說 你一定 所有的問題都一定要說 你要說 不見棺材不流淚 一定要見到棺材 你才要流淚嗎 所以真的 我是覺得說 其實黨內 我們很多的立委 真的蠻無奈的 你說今天 我們認為說 公投 那個鳥籠公投 真的太過於嚴苛 那當然我們是要說 有一些牽涉到主權的問題 或牽涉到一些 比較重大一點的話 當然你要嚴苛啦 那 是不是說 能夠 好 你就投嘛 那投的話你就好 你縱使你不要降低 那個所謂的鳥籠公投 什麼 戶面表裂 正面表裂 那時候在玩那種遊戲幹什麼 你就是兩個聽嘛 事實上讓他公平一點 對 你說贊成合適 停見合適 你就兩個嘛 那大家去蓋招嘛 就好像選一選二嘛 那你就連底來投嘛 那所有的台灣的命運 自己來決定嘛 那為什麼要堅持呢 那難道一定要對抗 就碰到說 殺到殺到說 好你死我活 就殺到說 整個弄成整個台灣社會的一個不安寧 假如台灣社會不安寧的話 誰要來投資啊 誰要到台灣來建設啊 那我們的經濟已經面臨很大的困境了 那你再這樣亂下去的話 那台灣還有未來嘛 所以執政者 人家說所謂當家的就是要解決事情嘛 那既然現在是馬總統執政 那就要趕快說來解決嘛 而不是聽一群人說 喔 你就參演 那難道你五月一號 大家那些勞工上街頭 或協人再上街頭 你說好 我就是攻擊力不伸張 難道你把那群人都抓起來嗎 那群人為什麼都會上街頭 難道他們都是報名嗎 難道都是沒有知識的人嗎 你看 包括我們柯導演 包括藝文界的人 包括那麼多的教授 那麼多的協者 都站出來了 難道他們會智商 他們的智慧 會比你現在 你那五人小組的那群 眾商匯報那群人 還要低嗎 難道他們還要看不清狀況嗎 所以我是覺得說總統真的 總統一直在講說 他要改變他用人 假如說他真的要改變 他的所要的用人的一個哲學 說他用人的方法的話 先把他眾商會幫那 那周遭的那幾個人先換掉 委員他的態度很清楚 就是吳玉生講的 林英雄絕食 禁食這件事情 跟公投是兩件事情 那禁食的問題是民進黨的事情 絕對不是國民黨的事情 國民黨只要禮貌上去看過了 這是人道上的問題 他把它慰問完了以後 這就不甘他的事情 所以那個邏輯很清楚 那對於公投這件事情 將一話在第一時間也講 他就是否定了 這個民進黨的那個 核四的那個 那個特別條例 他講得很清楚 沒有這種沒有門檻的 這個這樣子的一個方式來處理 相對多數這樣的方式處理 他已經否定了 所以馬江的態度立場是一樣的 那那個一樣又跟我們看到 吳玉生在表達所有的事情的時候 講的是一樣的 那這個狀況都是一樣 那他們的態度已經很清楚 從一開始就很清楚 我一直講 公投絕對不是他們的這個價值 他會覺得我執政當局 你們用公投式來挑戰我 我當然要我好做事啊 你民眾這麼多意見 來反對我做事 那當然他在公投上面不會放啊 所以這個過程很清楚 那在這裡面的邏輯就是 今天民進黨的問題是 怎麼樣去處理 林義雄在那裡進食的問題 那是你們民進黨 要去面對的問題 不是我國民黨或是我 不是我們整個政府要面對的問題 它是你們民進黨的事情 他在這裡面很清楚的 把那個藍跟綠放得很清楚 然後所有公共政策 不是這樣子討論的 他講得很清楚 他們假如是這樣的思考邏輯的話 那在這個群眾運動 一定是沒完沒了 在這裡面就完全看不到 所以你一定要去把他們這個思考邏輯 一定要去改變 他們是從權力的角度 是 他們是從權力的角度 他們是從權力的角度 他在跟你鬥爭 每個禮拜都有人上街頭的話 他在那裡頭只有這種對的 他在鬥爭 不安全的話 那台灣還有前途嗎 真的是 在鬥爭